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言而公 宣诏异问 有余因自天 感念祖先的恩德 修养好自身的德行 长久地顺应天命 凭借自身的能力去获取属于自己的福气 天命并不是不会改变 只要人自身没有放弃 没有失去希望 坚持 即得行善 做事符合老天的规律 自然就能收获命中的福报了 诗经所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 人之福获都跟自己的选择有关 自己是什么人 就做什么事 承受什么结果 拥有什么福报 到底是吃苦还是享福 表面上看 是老天注定的 可从实际的情况来说 老天并没有注定什么 他多半只能决定最后的结果 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活成什么样子 就得看自己了 所谓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从心而觅 感无不通 人这一生的福获 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看小孩子 我们要看他们的眼睛 看中年人 我们要看他们的中气 而看老年人 我们要看他们的嘴巴 这样基本就能反映每一个人此生的遭遇了 人之年龄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要看这个孩子 灵不灵力 反应够不够快 到底要看什么地方呢 最直接的 便是看眼睛 因为眼睛是一个人心灵的窗户 他的内心有什么样的想法 究竟纯不纯粹 都能从眼睛当中显露出来 有的孩子眼睛特别灵活 只要一想到一个主意 就动来动去 像这样的孩子多半外向 而不太内向 眼睛灵动便是性格敏锐和头脑灵活的意思 反之 有的孩子眼睛比较呆滞 别人说什么 他都不为所动 甚至没啥反应 像这样的孩子性格多半内向 而且灵敏度不够 反应也会慢人一拍 眼睛的灵动与否 为什么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做事效率呢 首先 眼睛是五官当中最灵活的 微表情最多的 其次 眼睛所映射的 是一个人真实的一面 试想 如果人不恐惧 会不停地眨眼吗 如果人足够灵活 又怎么会眼神呆滞呢 性格和做事的效率 都间接地从眼睛当中显露出来 有心理学家说过 孩子从小所擅长的 所养成的性格 所喜好的东西 哪怕到了三四十岁 也不会有所改变 所以说 眼睛便是无数人一生的写照 二 中年看气 有一位国学大师认为 中年以养气修集 什么是养气呢 就是调养自己的气息 涵养自己的精气神 精气神不错 便是人有大福气 而精气神衰退 便是人有大霉运 精气神比较足的中年人 多半有这三个特点 首先就是走路很稳 不会摇摇晃晃 其次就是头脑清醒 不会迷迷糊糊 第三 气息平顺 无大病缠身 说句不好听的话 中年过不了四十九岁 不是因为没钱 而是因为没气 一个人身体的气不足了 说话和做事都有气无力 那他不就离归去很近了吗 一个中年人混得好不好 不需要问他赚了多少钱 只需要听他说话 看他走路 那就足够了 那些说话中气特别足的人 不仅自信 而且身体辈儿棒 什么是中气 就是丹田之气 你从丹田当中运上来的气 如果足够顺畅 基本没有疾病缠身 要知道 气可修身 气可养神 气也可保平安 有道是 三寸气在千般用 一旦无常 万事修 这三寸气 依旧流动 那我们什么事都能干得成 而这三寸气不再流动 基本就等于无常 将至 三 老年看嘴 人到晚年 要想看一个人 有没有福气 到底从哪个部位去看呢 就是嘴巴 嘴巴是很直接的 你身体好 心情好 胃口好 自然就想多吃一点 嘴巴也比较勤奋 而你身体不好 心情不好 嘴巴自然就不想张开了 老人家经常说 人呐 能够吃得舒服 睡得安心 吃喝拉撒都顺畅 就幸福了 这吃喝拉撒的顺畅 都跟嘴巴有关 吃什么 喝什么 都需要从嘴巴送到胃里面去 没有嘴巴这个起点 就不会有后续的进程 与其说 晚年看嘴 不如说 晚年看是否有胃口 吃得舒服 这一切的背后 所牵连的 就是人之身体是否健康 以及人之心态是否乐观 嘴巴那是可以看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 就像那些卧病在床的老人 连吃东西都没有胃口 那他们的生活质量又怎么可能高呢 就像那些整日忧愁的老人 连吃东西都抗拒 不就说明日子不好过了吗 吃东西看似是很常见的事 实际上是生理和心理的直接反应 只愿每个人都有好胃口 吃得好 睡得好 余生无忧 一切皆好 为什么说人之福祸跟身体有关呢 首先整个身体都受到内心的影响 其次 内心跟人之性格有关 第三 性格决定了人们的命运 所谓 相随心声 言随心表 一个人的相貌 其实跟他的内心息息相关 一个人的言行 往往体现了他的心声 可以说 相貌也好 言行也罢 都展现出这个人最为真实的姿态 这里谈到相貌 并非是人之面孔的美丑 也并非是皮肤的黑白 而是指一个人整体的状态 就拿一个气宇宣昂的人来说 他的相貌有两个特点 第一点 气宇宣昂的人往往特别自信 言行举止中透露着一股英气 第二点 气宇宣昂的人会给人一种震撼的气场 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长得很大气 但没有英气和震撼他人的气场 这是花瓶 有着英气和震撼他人的气场 无论它长成什么样子 都会让人心生敬佩 一个人最好的 最有福气的相貌 恰恰是丰满 丰满二字 往往是一个人福气满满的体现 人之整体要丰满 古人说过 端庄而威严者丰也 仪表堂堂而形式正派者满也 其实所谓的丰满 就是指一个人的姿态比较端正且有威严 做起事来也比较有条理 滴水不漏 人之生活习惯要丰满 真正的丰满是心胸的宽广 首先要有规律的生活 该运动就运动 该吃饭就吃饭 该早睡早起就早睡早起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作息混乱 其次保持心态的健康 永远都向阳而生 所谓心宽体胖 容纳这些世间的 不公的 不幸的 不满的 不甘的一切 如此我们还能没有福气吗 人一旦有福气 那他绝对喜笑颜开 如朝阳般绚烂一生 往后余生 不妨完善个人的性格 尽力涵养个人的气度 也许性格变了 气度变了 内心变了 整个人的命运也就变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